明天天氣如何 請教氣象主播老衛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始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今天在新竹以北跟花蓮以北地區的朋友們 有打起精神上班嗎 因為今天這些地區天氣顯得陰霾許多 偶爾還飄下了一些小雨 讓人感覺起來增添了不少的慵懶的氛圍 不過說到慵懶的感覺 今天的溫度也讓很多的朋友們想摸在被窩裡 而且清晨 各地應該都有感受到這一份涼意吧 而就今天平地地區的最低溫來看 是出現在宜蘭的三星一帶 最低溫是降到了18度 而在我們山區就降得更低了 而今天來到了小週末 未來幾天上半日的天氣是如何 會不會有新的變化 我們就趕緊地一起從衛星雲圖上 來看看未來的變化了 從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我們附近是有一些薄薄的雲氣 特別是在我們北部地區 主要也是因為在北方有一股冷空氣的關係 冷空氣的位置是不斷地在從大陸向東來東移 同時加上東北風的影響 就像是一開始我們提到的部分地區 像是新竹以北跟花蓮以北的地區 不僅是雲亮偏多的一種狀態 時不時也會有一些飄雨的情形 但是對大家外出的行程是不會有太大的 不方便的影響的 只不過對於在這個北海岸活動地區的朋友們來說 雨勢會是比較明顯一些 另外我們往東南方來看 這裡的這個熱帶性地氣是不斷地醞釀發展 而目前它整個結構也都還在統整當中 會不會形成颱風機率很高 未來的動向 原室的氣象團隊會持續地為大家關注 但同時也要提醒遠洋的漁民朋友 現在就盡量不要靠近附近的海域來作業了 因為受到這個颱風環流的關係 會有這個長浪的情形 另外也要提醒我們來雨的朋友們 就是沿海地區就會有這個長浪的狀況的發生 而關心完了天氣上的變化 至於溫度上的呈現是如何 我們再重新一張的地面天氣圖來看看 從圖上可以清楚看到 明天這個熱帶性地氣的位置會更靠近非綠比一些 而在我們附近的溫度 因為北方這股冷空氣的關係 是不斷向東移的影響 加上附近這個等壓線非常密集 這也表示這個風勢是比較強的 所以提醒在沿海地區活動的朋友們 多留意一下這個強震風的狀況 而明天的溫度上 清晨跟入夜之後會是比較偏涼的 各地平地地區的最低溫 預估都在20度上下 早出晚歸的朋友們 保暖的衣物就記得多穿一些 特別是騎乘機車的朋友們 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在山區活動的朋友們 以及我們西半部地區的朋友們 現在日夜間的溫差 是越來越明顯了 不要因為白天太熱就忽略了 這個夜間溫度的下降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來到屏東獅子母南跟滿洲 最低溫降到19度 高溫是來到30度 泰武來一根春日 最低溫降到18度 高溫是有31度 三地門屋台跟馬甲 最低溫降到4度 高溫是來到31度 而在高雄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10度 高溫是來到30度 日夜間的溫差非常的大 嘉義的阿里山 最低溫降到8度 高溫是來到27度 南投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8度 高溫是來到29度 台中的和平 最低溫12度 高溫是有28度 晴到多雲的天氣 而在苗栗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15度 高溫是有28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降到11度 高溫是來到27度 多雲並且有短暫真雨的情形 回到北部地區 如來跟復興 最低溫15度 高溫是來到26度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 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來到27度 花蓮地區新城跟花蓮市還有吉安 最低溫是降到了23度 高溫是有30度 秀林跟萬榮 最低溫是4度 高溫是來到29度 受風跟風冰最低溫 最低溫19度 高溫是來到29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最低溫20度 高溫是有29度 卓西域 最低溫降到8度 高溫是來到30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 降到22度 高溫是有30度 台東中古地區 最低溫降到11度 高溫是有30度 而在陸野還有台東市 以及北南最低溫20度 以及19度 高溫是來到30度 台東的南回地區 最低溫降到16度 高溫是來到30度 南語地區 最低溫23度 高溫是有29度 而在外島地區 連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降到20度 高溫是來到29度 明後兩天 水氣會稍微多一些 在北海岸 預估降雨的情形 會是屬於比較持續性的 而在山區活動的朋友們 也要多多注意 另外目前的風場 大多是屬於 東北風的一個風效 早晚不僅偏涼 山區的溫度更是低了 大家保暖的工作就要做好 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氣象預報